这个就是我们的度下宿舍 整个的宿舍的格局还是比较紧凑的 度下的队员基本上是在每年的12月到2月份 是在站工作的 所有的家具 尤其是这种收纳柜子 包括床写字台 这都是在国内跟这个模块一体化的装配 一起运到南极的现场 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可以保证 现场的工作效率会比较高 另外一个也可以让现场的建筑垃圾降到最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